宜佩我可以問一下嗎 宜佩有沒有遇過就是在對戲的時候 有遇過有人一次吃你豆腐 你有這種經驗嗎 不一定講誰 可是說有沒有這種經驗 疑似吃我豆腐 可是其實在燜鍋 吃豆腐是要有技術的 就是要有技巧的 因為通常 你是說白雲嗎 不是 不要這樣子再講他 在燜鍋吃豆腐是一種表演的橋段 對 在燜鍋吃豆腐是一個表演的橋段 而且你要表演到很機致 豆腐要吃得漂亮 然後觀眾要買單 我覺得那是不簡單的事 譬如說最長眼吃豆腐橋段 可能就白雲哥啊 然後納豆啊 然後可能漢典啊 但是其實他們是不是都真的吃啦 就是要 就是感覺好像手要伸過來 然後要摸沒摸到那種感覺 那我覺得在燜鍋裡面 這個team裡面啊 就是大哥們就是想吃豆腐 但是又不敢吃的就是 應該就是恐哥吧 恐哥就是那種 欸這漂亮牛媽坐過來 但是其實 又要坐過去的時候 他就不敢 恐哥就說欸先不要先不要這樣 對 所以沒有遇過導演 或是一些工作人員 可能借機 可能你在拍戲或什麼 一直NG之類的 有這種狀況 一直NG喔 可能因為 我沒有那麼正吧 可能再正一點的話 就 就 就是 對 對 有想過如果遇到的話會怎麼防範嗎 遇到的話怎麼防範喔 這個 很很難耶 就 求助大哥 求助大哥 說是說摸回去啊 摸回去 喔 摸回去 譬如說假設白雲哥摸我的腿 我就給他這樣摸回去 然後他就會收手 他就會覺得說 好像會被別人看到 感覺你跟他不太適合 哈哈哈 你不要很想說